陈晓与陈妍熙久为同框,休假三个月陪妻儿,笑容温柔但略显疲惫 11月25日,有网友晒出与陈晓陈妍熙的合影,两口子久为同框,感情甜蜜 陈妍熙穿遮一身休闲的运动装,戴着余夫帽,比着剪刀手,笑出两颗梨窝,还是那个甜甜的沈佳怡,不过脸颊更加圆润了 但是对比气色红润的陈妍熙,陈晓看起来就显得有些沧桑了,续着胡渣子,眼角有很多皱纹 陈晓和妻子同框,对镜微笑,相信她是发自内心的开心,但是脸上却带着一丝疲惫 状态和印象里的古装天花板似乎有些差距 网友们大赞陈妍熙好嫩,但是大帅哥怎么老了这么多 陈晓现在虽然低调,但是人气依然不低,演技也相当在线 不少好的剧本主动找上门 上个月23日,陈晓的成风13载刚杀青 他罕见回复粉丝,自称这次要给自己放假三个月的时间 明年2月份再开机,拍摄新戏 而这三个月,他终于可以好好的陪伴家人孩子了 或许可以把二胎给安排上了 二胎一直是两人计划之中的事情 不过计划很多年了,一直没有好消息 可能都太忙了吧 虽然陈妍熙现在也在拍戏 但是比老公相对清闲一些 因为还要抽出时间陪伴儿子成长 如今陈妍熙已经39岁 二胎相关事宜更要快马加鞭的安排上了 祝福小星星能早日当哥哥 夫妻俩的优秀基因万万不可浪费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